在面对三星乡今年春节活动多 预估会比往年多了五倍的人潮还有车流 因此公所特别结合了三星分局 以及五大社区守望乡驻队 推出了春节交通服务计划 除了会投入300名的人力来注点输岛之外 也设立了停车场提供接驳车服务 还有设立了许多指示牌 都管旗下要来解决交通的问题 三星今年春节期间活动相当丰富 除了有花海气球嘉宁华以外 樱花大道跟武林赏银专车也陆续登场 预估比往年多出五倍以上的人潮以及车流 所以公所特别结合三星分局 跟五大社区守望乡驻队 推出了春节交通服务计划 从初一到元宵15天投入300人力来注点输岛 这边的三星因为又加上武林赏银 那些银一定是超过翁年的五倍以上 翁年五倍以上 你当年我们的预测量超过10万以上 我以后这边三星的塞车量 进入三星尤其清水滴赤温农场一定会超过30万人以上 所以我们自己也很害怕 所以我们自己公所现有力量 我们尽量来做 我们就是跟三星分局 跟三星尤其打拼来做 希望我可以把这个达家的目标 可以减作和统极 除了投入人力疏导以外 公所特别在运动场跟三星国中等处设停车场 提供300辆车辆停放 并也推出了接驳车服务 还设立了引导牌 停车场的导牌 以及动线标示 全力来疏导人潮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在公园交集完之后 大家就等会看到一个很大的砍棒继续牌 就是开始引导你去这个我们的停车庭 这个停车庭 我们这边我们有三个停车庭 第一这个紫尾公共才有串这个部份 在最多四岁我们这个部份 我们可以停270台的这个车 以及我们中央运动场跟三星国中 这个部份我们统统可以容纳300台的这个停车的量 今年首开限力 我们用接驳车 特别用接驳车 出动三台接驳车 来接驳车进入我们的发海延期 让我们所有UK 真的都可以一个方向 也不会造成的车庭 公所强调这次的春节交通服务计划 是以花海气球嘉年华为主 从交通管制路线引导跟服务导向着手 不但首推接驳车服务 也强调以客为尊 希望春节来到三星的游客 不会受到交通影响 保持愉快的出游心情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博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